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大标题第一阶段很多美国的坊间的观察者都认为没有第二阶段也没有第三阶段 这就是It's over 原因很简单 这是美国已看到这是中国能做的最大让步 中国也看到这是Donald Trump为了他的选举能做的最大让步 大家已经在最大让步的这方面达成了共识 所以再往深去讨不会谈出任何东西 这让我想起韩战 有点的意思 韩战的条约 韩战结束了1952年到现在也是多少年了 快七十年 六十年 也快七十年了 韩战从来没有 只是一个停战协议 对 1953年签的是停战协议 那么中美贸易的话就是个停战协议 OK 对 那个 但可以forever 对 可以这个 这会不会继续谈下去呢 我相信是会继续谈下去 但是会不会有结果呢 不会很难有结果 为什么 你刚才讲了 这个彼此能够让的 空间也没有了 已经就多让了 OK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协议制会签是现实的 这个打了将近两年的那个贸易战以后 大家都知道说 我看到底线在哪里 对 没错 你这次贸易这个协议啊 我这么一看啊 洋洋洒洒是很详细的东西 96页 而且文字里头美国的那个这种对于 这基本上反映了什么东西 中国在文字上面 有些这种所谓原则性的东西啊 中国拿到了 什么两国都希望遵循贸易国际规则了 希望促进市场经济的结果了 负荷两国的根本利益了 希望要和谐发展啊 全球怎么 这中国的 中国的 中国一向假的话嘛 没错 那么老美就奉送了你 OK 所以在各种方面 你想听吗 就给你了 就给你这个 老美 这个事情我认为是 事实上是川普自己的一个胜利 没错 那么因为川普从开始做那个竞选的时候 跟他他的想法很简单 美国四面亏钱 对不对 美国每年贸易货物贸易损失了五千多亿 入钞五千多亿美元 你中国一国就占了百分之七十 最高的到过七千 七十几 那这个 那这个在这里头你先想想看看 你这里头中国的那个这个这个贸易逆差问题 在过去自从2001年以来 就是特别到2010年以后的话 就是经常的这个是个话题 对 那么川普的目的就是说 你们以前的谈判啊 都是第一点 太软弱 第二点的话 都是为美国的那种精英阶级啊 有钱阶级能够服务 我不一样 我要做 我要来来个凶的 对不对 那么 所以这次的谈判结果 你仔细看 他最早谈了很多问题 像资产权是美国的过去的技术转让 这都是美国过去的原则性的的的的的的的顾虑 这些问题 那么也是事实上中美贸易 那个中美的关系中 最大的问题 但是你都仔细看 没有提以前的 这个美国的那 川普的某些那个顾问里头 像拿巴罗啊 或者是那个 原来那个 班人还在的时候的班人啊 还有那个 那个谁 那个 Bolton啊 Bolton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啊 有些人 他要超出川普当初所得的的的范畴 利用这个事情 希望让中国就范 没错 那么美国希望让中国就范 这个也不是现在刚刚开始的 2009年 奥巴马第一次访华的时候 曾经提出来 跟胡锦刀提 G2 G2 咱们中美两国共管了世界 OK 这是美国 老师我说最大的诚意 他目的就是说 把中国纳入美国的系统上来 然后来 我们来 那么来消除中间的彼此的 在南海 在各地的矛盾 后来 可能那个会议不是很好 中国就拒绝了 拒绝了 中方拒绝了 所以后来美国就开始对待南海了 仲裁了 南海各种方面吧 就很 就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 还有什么那个 那个亚太战略了 这些东西 TPP了 这些全倒出来了 我要 所以呢 这一次 这个是川普的胜利 因为呢 你看这个细节 这个什么食品产品贸易了 金融服务了 宏观的政策调整 汇率问题 董博明 创频道 以前说中国 搞那个汇率操纵 这是签约之前 把中国汇率操纵国取消了 是 这是被人家观察 那么 然后扩大贸易了 然后呢 讲了一些问题 特别是 大家对于 要求中国 在今后两年 买美国2000亿 对不对 OK 所以在贸易逆差的问题上面 川普呢 达到他要的 一定会看到结果 对 毫无疑问 达到他所要的 OK 他可以回去跟美国的 那个农民讲了 对不对 特别这次有一句 专门食品跟农产品贸易 是 讲了很多的 那么T的 他又照顾了美国的农民 也照顾了美国的新兴的 这种 那个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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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企业 照顾了美国的金融 大亨 那么中国也 过去这些年 在这几个月来 也 强调 更大程度的 与国际自由贸易制度 接轨开放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川普 是 成功的 那么有人说 有人 房间有人讲说 中国要是 何必 两年 当川普刚开始搞的话 你那时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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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了 可是 这点是 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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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 为什么呢 川普的 团队里头 在开始 从开始 过去两年 很清晰 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 怕 要遏止中国的 迅速的发展 特别在高科技的领域 没错 特别在5G 特别高科技的领域里头 他的过去两年来 他的18班武艺 都都上了 对不对 搞的结果 本来可以 因为会让华为 让中国屈服 我给任正非 很大的敬意 OK 这个人是高瞻原主 所以这结果是什么 打了结果以后 中国的高科技领域 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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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垮台 那么 事实上 中国的经济受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中国的贸易 中国的生产 的那个GDP成长率 还是在世界各地 还是 一直独秀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川普 要当选的 要选举的情况之下 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很 骄傲的 在 在 在给自己 那个 给自己磨个粉吧 我是在 肖峰的 那个节目里头 我讲了一年多 我说说 在2019年 这个年底之前 应该会解决 基本上是年底解决了 虽然签约是1月15 对 年底就解决了 没错 他们只是两个人在谈 谁要来 本来 当时川普是希望习近平到美国来 两位领袖谈 习近平显然不想给这个面子 是 习近平 他回来的话 中国大陆会有很多 中国大陆你看看 你签了一个什么 你把 你这个在贸易上面 完全的 完全的让步了 OK 我所谈的就是说 在这个实质上的 这个更深层次的东西 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国营企业的 跟这个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这次的条文里头 一个字都没提 OK 他谈到很多 那么 这里头 就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 在这个 最关键的东西里头 中国 并没有 放弃立场 如果两年前 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就是不打一仗 那时候就妥协的话 那人家凭什么 不再乘胜追击 对不对 所以 谈判 刚才张教授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这一年多的谈判不是白谈的 虽然好像感觉回到了原点 不要忘了2017年 中国offer给美国是2500亿 比这2000亿还多呢 一年就offer2500亿 好 因为大家就是回对不对 这一两年的谈判 非常重要一点 就像张教授讲的 彼此了解了各自的底线 这个协议已经是中国退无可退的底线 当然 这也是Donald Trump退无可退的底线 所以这个底线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很多时候再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那个别想了 再往下谈 美国也让不了步 中国也让不了步 所以最终的结果 就像刚才张教授讲的 很形象 1953年的这个朝鲜战争的这个停战协议 持续到今天 不也没有爆发这个两韩之间的再次战争吗 同样 这个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是这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